那什么叫做海映三妹呢? 弦守大师 弦守大师就是华元经啊 第三代祖师 又叫做法藏大师 他在探险记里面就说 我念一遍啊 海映三妹什么意思呢? 是海映者从玉命名 海映的意思就是从比玉 比玉来命这个名 就像阿修罗 阿修罗要准备要跟第四天王打仗 就会列东南西北士兵 站在虚空 因为阿修罗也有神通 就会站在虚空 站在虚空准备打仗 但是在大海内 就会陷出阿修罗东南西北的军队 一时映现 菩萨的定 如来的大定 犹如大海 应基 显现意 显种种的意 因为有缘起 它就一定有不同 不同就是同 如比兵相 如比兵相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什么是海映三妹论呢? 就是从比喻来说 说明 比如说阿修罗东南西北军队 统统站在虚空 但虚空在大海之内也会同时显露出来 菩萨的定 如来的定 如来的定就像大海随时显露不同的根气 不同的世界 就像那个比兵相 像就是左边一个人部 右边一个大象的相 如比兵相 就像那些兵 我们将军 还有这些 竹 兵 兵相 如比兵相 兵 我们当兵当兵 是不是 接下来就还原观 里面这么说 沿海印则 真如本绝也 望尽新尘 万象其限 犹如大海 因风起浪 落风止息 海水澄清 无相不现 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海印三昧呢 就是我们的真如本节 我们的真如本节 望尽新尘 就是如果我们的望心 尽除 新尘 尘就是成清湖那个尘 我们的望心尽除 心 尘清 那么 清清净净 那么这个万象 大象的象 一万两万的万象 就齐现 就是同时显现 犹如大海 阴风起浪 落风止息 海水澄清 无相不现 大圣其心论这么说 无量功德杖 法性 真如海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我为什么要破除执着呢 就是要开采 无量功德杖 你知道吗 就是要让这个 涌泉冒出来 所以你不先打一个洞 涌泉冒不出来 你不先修一切法 本空 空如来 不空如来 陕 显露不出来 这个是完全 是真功夫 是正量的功夫 而不是一直谈理论的东西 所以 无量功德杖 法性 真如海 为什么呢 无量功德杖 怎么来的 也不从他求 而我们人人 每一个人 都具足有无量功德杖 无量功德杖 就不空如来杖了 法性呢 就真如如同大海一样 所以空不空如来杖 就是大用 所以这位 佛法的可贵之处 就是在于能大用 能大用 不但自己正得本觉的人 能够剥的智慧 有大用 这个大用的时候 就能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如果一个人 不像普贤菩萨 这种重重无尽的悲心 那么是达不到 毕露这那佛 那种功德 正义恶报的 因此如果法师们 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动一个懒惰的念头 那么就是不符合华原经 华原经 尽未来记 无有修学 乃至是生命头目脑水 脑水都不后悔 都不后悔 经典这么说 神罗及万象 一法之所应 就是这些生罗万象 就是海印三昧 一法之所应 这个一法 就是所谓的一心 是心 这个心 就是设一切 是出世间法 都包括在内 也就是一法界 大宗相 法门的体性 万法离不开 如来所证得的海印三昧 所有的本节离体 真如自信 为什么众生 众生因为有妄念 因为有无名 而有种种的差别 种种的差别 如果你能够离这个妄念 维持一心 那么就维持真如 所以就叫做海印三昧 之下 毕业 杨